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你正在看的是英國老人院 記得按LIKE、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在社交媒體分享我的影片 訂閱我英國老人院的頻道和按下我的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另外你也可以去我Patreon請我吃條招助養下小弟 最後也歡迎大家去英國兒童院網站加入討論,多謝各位 各位網友、院友、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是小姐David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英國新聞的時間 今天的日期是2021年11月5日 未跟大家說新聞之前有一點訊息要跟大家分享 訊息是來自Patreon 開了Facebook專頁 如果大家想看看他的資料 你可以上去看到他的成功案例 幫人租、找房子、買房子等 順帶一提,Patreon說了他現在在做討論 如果你找他去看房子的話 免費可以幫你看一次 也歡迎各大業主免費放盤 方便一下大家 同時間順帶一提 小弟幫大家去買這些廣告 真的是分文不收 也沒有收過任何commission 純粹的意義在於幫助一下剛剛從香港來到英國去生活的朋友 讓他們能夠順利地走入這個軌道 也同時間如果大家是有需要創業、搞小生意、無稅自戰 或者有些信息想分享給大家的話 小弟能力之內都會盡量幫大家達成的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跟我客氣 發一些信息來給我 做得到就盡量做 或者在這個兒童院網站你可以發一些信息出來 也是有幫助的 另外就說回這個新聞 不浪費大家太多時間了 疫情數據今天公佈了 感染人數34,000多人 死亡個案193 然後入院的人數是1072人 反觀昨天的數據是37,000 前天是4萬多,慢慢回落當中 但是死亡人數是高了 而且入院的人數也是高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小心一點 繼續跟大家說回疫情的新聞 最爆的就是英國將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使用口服新冠特效藥的國家武器 與此同時,另外一件更爆的就是 輝瑞藥廠也成功研發了一款口服新冠特效藥 據稱輝瑞所研發成功的口服新冠特效藥 可以減少成人的死亡率達90%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大家值得留意 這些消息是很好的消息 為什麼呢? 也代表了疫情可能將近是尾聲 戰勝的邊緣 雖然說戰勝的邊緣 如果看回英國政府呼籲民眾 英國的衛生專家 或者衛生大臣都說了 不排除聖誕期間會執行封城的措施 也警告民眾說疫情還未過去 呼籲大家繼續接種疫苗 以及作出適當的自我保護 大家留意一下 亦同時間為了加快疫苗的接種 目前英國政府推出新的政策 說50歲或以上的人士 是無需預約直接可以去walk-in center打疫苗 大家聰明去做 特別是加強劑那些 自己搞定它 盡快 真的疫情危險 另外就是根據媒體所說 目前這個護理行業當中有6萬名護理員尚未接種疫苗 而根據相關規定 到了11月11日 這些護理員是必須要接種疫苗的 如果他們不接種疫苗 不能夠回歸他的工作崗位 就被人解僱 同時間 媒體估計到時將會形成另一個社會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某一些地區 例如曼城、諾廷咸、WebMinister 西敏子、倫敦那邊最中心、嘟嘟那些 白銘漢地區 這些地方 每五個護理員當中 就有一個未完成接種疫苗 所以將會非常之人手短缺 這些地方 大家需要找工作 想想這些工作崗位 另外 英國的疫苗管理部門 將會批准16至17歲的人士 可以接種第二劑疫苗 因為為什麼呢 利大於弊 所以就會這樣做 大家留意你們小朋友 需不需要打第二劑疫苗 說完疫情新聞 就跟大家分享下 26個氣候會議的消息 相信大家有看新聞的都知道 這次開26個氣候會議 英國真的花了不少錢 波哥手上也很大期望做足功夫 但是最後的結果 是有目共睹的一個字失敗 英國媒體就直接說 今次這場大龍鳳就真的拿來攪拌 虧了水 老實說 是否失敗 見仁見智 但是作為小市民 就真的剝著花生 看著好戲就覺得挺有娛樂性的 第一件事看到就是 今次英國王室很關注氣候會議 因為關乎國運 英雷王出動了 萬年王主不停飛來飛去 不停噴口水 威廉王子也出來說話 跟大家回答 就說萬年王主說了什麼 他就說 改善氣候問題 是我們對下一代不能推卸的責任 同時也呼籲人 用戰爭意識去對抗氣候轉變的問題 同時他的兒子威廉王子 也呼籲了 就說大家要用另外一種思考模式 把這些事情搞定 把不可能的任務變成可能 真的不知道他說什麼 雖然英國王室有路有亂 出來了 噴了牙血 不停呼籲人做這個做那個 但是最後的人都好像不聽 你看看國家 這個氣候會議當中有什麼表現 大家都知道 看回波哥 就不管他搞這場會議有多失敗 但是波哥也表達了他的立場 好像手足一樣 大家這些手勢很熟悉 大家先不要誤會 也不要認真 波哥這個手勢 其實是說 呼籲大家把減排的任務 或者氣溫 升高的幅度 維持在1.5度以下 也是這個大會的主題 但是最後好像沒有人同意他這個計劃 好像說最後說成了1.8度 詳細我真的不太知道 看回波哥在會議之前 或者會議當中 究竟出了什麼金句 都是那些什麼不成功 變成人 這次會議如果沒有結果 所有事情都收得皮 這些 然後又說這個末日的 時鐘還有1分鐘 就到12點 大家都收得當 雖然波哥不停提醒世界各國的人民 大家不改變的話就攬炒 但是真的沒有被人理會 這就得淡笑 Anyway 說回到目前為止 世界各國在會議當中 究竟達成了什麼的共識呢 第一件事 有四十幾個國家就宣布 承諾放棄用煤來發電 包括波蘭、越南、智利這些嚴重依賴 煤炭的國家都簽署了這個承諾 其實都是有一點點重步的 但是重步不大 為什麼呢 那些很大的 排放的國家 那些美國、印度、中國那些 就沒有份 就不願意付出這樣 另外 英國的公司 也都將會被迫 去接受政府的規捲 然後 我說什麼呢 好像說得很美 英國的企業和公司 將會接受一個新的政府規定 就是規定他們將會 去做一些建議給政府 然後 告訴政府 究竟我可以做什麼 達到這個零排放 或者達到這個綠色的任務 等一下我再慢慢跟大家說 但是 重點是 這些規則將會由大學 和民間社會團體 或者這些行業和監管的機構 去起草當中的細節 不是政府去說事情 而這件事真的是 這件事真的是 這件事是 這件事對於英國的 這件事 另外就是說 有一個目標的 還是稍後再說 這件事很複雜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對於世界各國來說 有一百多位領導人 都承諾了2030年 說之前 停止砍伐樹木 但是這件事 媒體也說 是有疑惑在這裏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 這些砍伐樹木 令到林木倒退 成為江戈的土地 就是因為很多人是非法 砍伐樹木 包括 承諾國之一的 那些巴西那些 他都說 控制不了 就算現在 新聞是有 賣到 叫Manchi 就說 他們洗光直徵機 天天在巡邏 天空 看看有沒有人 非法砍伐樹木 都依然是阻止不了的 所以這件事 真的是很難達成的 另外 零排放 零排放 這件事 又是 大家都說不定 原本 希望達成的目標 就是 全球這些主要國家 或者大部分國家 能夠達到 2050年 零排放 但是最後 印度又說不行 要等到2070年 中國、俄國那些 又更加說不行 又說要等到2060年 是很煩的 所以其實真的是 聊不完 另外就是 那個甲園排放 有100多個國家 就承諾了 將這個甲園排放 減少30% 做不做到 不知道大家放少幾個屁 都在 雖然 大家看到 基本上 大部分 無論是英國媒體 全球媒體 或者人民 都認為今次 這個氣候會議 結果非常之失敗 尤其是那顆省油的燈 在格拉斯哥 停了48個小時後 就急急回到美國 為什麼呢? 大哥 他真是痛失真宗 OK 不走沒辦法 真的很醜 執惠珍尼亞州 大家都知道 有看新聞 就說 因為這個共和... sorry 這個民主黨 選舉輸了給共和黨 他的文莫大失 要趕著美國緊急應對 另外一方面 其實英國媒體也認為作為一個解決氣候問題的會議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很失敗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用氣候會議為主題的娛樂活動來看的話 那是很成功的 為什麼呢? 真的叫到很多名人、有錢人、官商、雲集 這個會議當中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 蘇格蘭機場在會議期間停了400多架私人飛機 而大家要留意就是隨便一架私人飛機的排氣量 都等於我們小市民一輩子的排氣量 那你所想而知有錢人多麼划算 飛去格拉斯哥搭著私人飛機 然後參與會議叫人來減排 但是自己不斷放臭屁 真的很討厭 這個樣子 最划算就是波哥 波哥自己開完會議 在中間都搭私人飛機 飛到倫敦去解決事情 然後被媒體廢到他飛起 就說你這些達官貴人 隨便放個屁 都等於打風 那你現在是不是遞我們的小市民 呼籲別人減排 我們的小市民排多少 放屁 都沒有你這麼臭 是不是? 你們那些人不斷放臭屁 搞得全世界污染到飛起 也同時間 其實媒體也有說 Bill基 亞馬遜的老闆江頭佬 這些有錢佬 他們的減排 就好像玩東西一樣 為什麼呢? 就是他不斷呼籲那些人 減排在會議那裡 又不知道說什麼 冷是有八支幣的 但是後來的媒體也說 Bill基 他真的租了一輛遊艇 一個星期 花200萬磅 然後請了一群有錢人 去慶祝他生日 說他租了一輛遊艇 玩一個星期的排氣量 是十三東 是超級超標的 然後還要是這些有錢佬去到的時候 其實表面上就是為了這個社會付出 實際上就是為了自己個人利益 然後就在背後 跟那些官商勾結 談了一大堆不知什麼計劃 純粹是拿著數的 然後就要我們這些納稅人 去幫你們這群混蛋 去找這一筆氣候會議的數 真的沒辦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難怪環保少女去到格拉斯哥 就變成了粗口少女 抱歉 是環保粗口少女 為什麼呢 這位傘子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這次去到格拉斯哥 就好像失控一樣 不斷爆粗 然後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剛剛成年 想告訴別人 我現在長大了 可以爆粗 如果說真的 一般情況下 一個成年人爆粗 無想大壓 但是大家看看他的影片 很難頂 為什麼難頂 他好像要用粗口彈出來 給別人聽說我懂得說粗口 真的很像 難聽過總理唱歌 他說粗口 真的不行 總之這些年輕人 真的有點失控 但是奇怪的是 他是有支持者 也有很多跟隨者 然後今天在格拉斯哥 都有大批年輕人出來抗議 然後媒體就說 是他帶領情況下 然後令到年輕人出來舉動 然後抗議 但其實畫面都頗盛大 這些年輕人出來做事 其實是好事 老實說 最後看回英國的評論 其實都表達了英國人的意見 即是媒體的評論 評論了什麼都是新癡癡 因為你看到整場會議和全世界的人做的事 即是有錢人又不生性 政客又無能 高牌的國家又不合作 然後媒體都說 現在英國目前的排放量 即是未夠全球的1% 然後英國人又要出來 在那裡搞這些會議出來 然後搞一場大輪風出來 又沒有什麼結果 但你反觀像中國這些國家 他的排放 佔全世界28% 即是說 就算英國人真的不呼吸 對整件事情是無故於是 那還可以做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另外一方面 其實英國這邊 大家都知道 在捉盤大棋 其實英國也是下重注的 下什麼重注呢 基本上可以告訴大家 才仔心衛城 真的推出一些計劃 好像打七雙拳一樣 即是打別人 人家衰十成 他自己也雙七成 就是什麼呢 現在就說 逼英國企業 去轉為綠色企業 特別是那些上市掛牌公司 要求他們自己去提供一些計劃 去講解未來的日子 這間公司會怎樣減牌 最終達至零排放 即是什麼意思呢 會要求公司 去將他們所使用的公司車 或者公司擁有的那些車 原本由石化燃油的汽車 改為綠色能源或者電動的汽車 又或者將公司原本使用的那些能源公司 然後又要檢查那些能源公司 究竟是用發射燃料去生產能源 還是用綠色的設施去生產能源 就要轉 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很大 因為為什麼呢 英國這樣搞法 加上脫歐的環境 很多企業知道 你搞得這些東西 是要很大的成本 一說到成本的問題 這些公司當然是不跟你瘋 一定會搬走 離開英國這樣 但是英國又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波哥之前說了 英國要成為一個好例子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做一個人版 讓其他國家去跟 換句話說 英國自己要成為一個 倒得高地的一位人士 到時可以玩什麼呢 製造輿論壓力 可以罵爆對方 或者可以逼一些發展中國家上轎 陪他玩同一個遊戲 那就是英國現在做 究竟成不成功呢 不成功變成人 所以大家可能在搭一條沉船 又或者可能在搭一艘大遊艇 成封破案 總之其實這些國家 這些政治 包括我們生活 都是一場倒處 現在沒有話說了 OK 看完以上的新聞 各位網友都可能會問 波哥和英國人 真的是發能源夢了沒有 OK 真的是發能源夢了 為什麼呢 因為波哥你看到他多麼有型 話說英國的波哥 現在最新的搞著 就是希望將英國發展成為一個 輕器能源大國 真的是發能源夢了 OK 也有一些大企業配合英國政府的計劃 去發展輕器能源發動機械和措施 例如大型工業器械企業 所以最後說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如果想買電動車 又要搭一搭 為什麼呢 因為分分鐘跑出的 就是輕器推動的能源的汽車 說得真的很複雜 所以不想說 算另一個話題 真的 好了 另一則新聞 關於英法捕魚問題 又有新的發展 就是什麼呢 之前外相卓慧斯 回應了英法捕魚問題的時候 就表示 法國佬不洗澡 我採你也有嗎 就是這麼多 OK 然後就擺出一副下 採你也傻下 永不妥協的態度 所以這個外相卓慧斯 真是厲害 完全感覺到他好像 戴卓爾夫人那種風采 所以現在他的民望都開始飆升得很厲害 另一方面 之前說了 法國方面是扣押了一艘英國的漁船 然後又說 打算告他 罪名是非法捕魚 又要求這艘漁船的船長 去交保釋金 十二萬五千磅 交了錢才可以放這艘船走 不然就不停扣押這樣 最有趣的是 後來這個官司 法國的法院就判了 就說不需要交贖金 接著都放行 現在可以走得人 為什麼要交保釋金呢 因為這個案件都需要處理 都需要審 所以變成那個船長 之後雖然放行 讓他走 但是他都要回來法國去受審 要處理法律的問題 最有趣的是 在整個案件當中 審理的期間 在庭上 有份審理法律 審理這件案件的法律人士 是表示到 其實這件事 不是屬於法律問題 是政治問題凌駕了 所以你也說不死了 為什麼呢 自己人都賭灰 所以你看到法國人 真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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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自己要呼籲大眾保護兒童、保護女性那班的左膠人士又去了哪裡呢? 全部都不見了 不知道了 講回英國新聞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也發生了大件事 就是發生了什麼大件事呢? 火車傷狀事件 事發地點是在英格蘭的西蘭部Sauceberry那裡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據稱是系統故障所引致的 令到一個行駛中的火車的後面的卡數 突然間不知如何去到另一邊的路軌 說得我都亂了 給大家看看 中間這張圖 後面的卡數突然間不知幹什麼 走到另一條旁邊的路軌 然後就在手機 輕機期間突然間又有對頭線又有另一輛火車來 所以就撞了 就被解僱了 最幸運就是事件當中是沒有人死亡的 但是呢 這個路段就要停擺十天了 十天沒有火車用了 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住那邊西南邊的朋友大家自己留意了 最後跟大家分享英國的社會性新聞 大家面前看到這張照片 就不會以為又擺鬼想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不是的 這張照片說 倫敦地區東北面有八名刺人 打算入夜之後蒙面爆竊作案 最有趣就是最後被護主擊退 而護主兩人只是得到輕傷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都不是這件事 就是護主有多好打 那八條賊有多這麼傻居 雖然蒙著臉沒有人認出 最有趣就是 這個警察公佈照片 OK 就呼籲些人提供匪徒的資料 希望將他們承之於法 但是大哥 蒙了臉 怎麼找呀 不要玩呀 真的 也同樣提醒大家 臨近歲晚聖誕 英國的慣例 爆洩案會激震 大家小心拿好東西在家裡 第二則新聞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華倫西亞地區的管理者 希望加長英國護照持有者的入境時間 目前英國護照持有者去西班牙只能夠停留90天 因為退休了 沒辦法 但是很明顯 那邊 因為旅遊真的非常淡 疫情關係 要賺錢 希望加長護照的簽證時間 希望英國人停留久一點 用多些錢 他們就賺多些 所以表達了什麼 就是歐盟一邊的國家 歧視英國人 另外一邊的國家 就很期待英國人的錢 第三則新聞 在威爾斯的地區 有七位業主很無奈地 他們的房屋即將要面對被清拆的命運 為什麼呢 原因是他們價值20萬磅的物業 他的前庭太過斜了 市政府認為不安全 如果你拍車在這些斜坡上面 隨時滾下來撞傷人 不幸運的話 就是你的車會滾到前面的河道 太危險了 所以市政府就說要拆掉它 所以呼籲大家 買新屋的時候 要小心 因為每一樣東西隨時小小的 都會形成這些風險 損失的都是各下 大家留意 講起物業 大家之前都記得我講過 就說 接下來這一年的物業地稅 將會加價 Council Taxi將會加價 而英國媒體也有做一些功夫 調查了不同地區 市政府所收緊的地稅價錢 最後發現原來這些地稅 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的地稅當中 Lottingham最貴 多無奈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近年 Lottingham那邊 大興土木 然後政府不夠錢用 所以要加這些地稅 Lottingham這邊 近年 什麼東西都貴 之前去上去打個轉 發覺真的 把魚蝦蟹放出來 為什麼呢 去拍街位 拍市政府的街位 街頭那些 拍幾個小時收十幾磅 真的跟倫敦有得比 之前那些人還說去Lottingham消費便宜 有一個房屋物業的新聞 英國媒體的小道消息 就說英倫銀行 將會加息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 預計這個樓價 將會有所動作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最後一則新聞 相信大家近期玩煙花 玩得很過癮 但是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原因這則新聞的主角 16歲的少年 因為玩煙花的時候 不小心 原本點著了煙花 但是他不知道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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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關掉了 握著在手上 就不知道 突然爆開了 炸到手指弓也掉了 條條的 扯著皮 斷了 好像很恐怖 但是是事實來的 老實說 另外 也整身都是傷 在握著手上 爆了 恐怖 所以 呼籲大家 真的不要玩火 剛剛聽說 剛剛說 近這幾天 很多火災發生 在我這邊地區 因為人們不小心 玩煙花 造成意外 所以小心 最後 都是兒童園廣告時間 有一個新的廣告 就是來自Loss in Boo的廣告 就是幫大家去看房子 Nottingham Share的地區 收費60磅 其餘地區另一 只是幫大家看房子 不包括和地產聯絡 只可以拍攝照片或者video 但是也要你自己去取得地產公司 同意 如果大家有興趣找人去看房子 就可以找找他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上次跟大家交代過 就是Kengor 有一個朋友 認識的 放盤租給別人的 有資料 有些靚靚圖片 美麗區 在Edwardton 四房屋出租 如果有興趣可以聯絡Kengor Kengor是沒有收錢的 他說他沒有收錢的 純粹是幫朋友 去介紹給大家聽 有個這樣的盤 當你聯絡Kengor的時候 Kengor會直接把屋主的聯絡 交給大家 就是這麼多 OK 今天的新聞時間 就是這麼多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時間 拜拜